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本地作家 荣子 老师 您好 还有新成员艺人 孙诗美 欢迎 大家好 访问嘉宾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小个片段 你们给个女儿 好像亲和我送一个房子 这句话听得寒毛都站起来了 是 问一下师妹 其实这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演出 对吗 在一个舞剧里面有这个话剧的一点呈现方式 你又视野又荣子老师为原型的这样一个人物 生活经历离你又很远 你怎么准备这个人物 怎么准备 我觉得首先荣子老师把他的文章 都写得非常非常细腻 所以从那里可以知道很多他心里的 非常不容易跟坎坷的童年 之后再加上我还做了很多研究 在新加坡国家档案的那个 他做了很多语数上的访问 那我就一一的去听了他所有的访问 所以全部都加强了跟巩固了 我对于演绎他的人生过程的某一些 希望我可以做得到 老师 我想我可能很多人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都不熟悉 我知道荣子老师在您的文章也好 其他表演当中也提到说 您不愿意成为像您的母亲那一代的女性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那年代的女性就只是一个奉献 她永远就是在家里管着一家三餐生活 很琐碎 可是永远没有成就感 那她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去看一场戏 我也没喝咖啡 或者坐飞机 或者去哪里 所以那个女性 真是一点成就感就没有 我相信现在女性 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女人 我看过荣子老师这篇文章 其实人家说散文往往有点风花雪月 可是这篇文章 尤其前半段读的可以说惊心动魄 要见妈妈 接妈妈那个过程 我只想说 有文学的创作 那天真的下雨吗 是的 大黑下雨 如果我们没有看过这篇文章 我很大的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那当然就要问一下 你是怎么样把这一切融入到作品当中的 就开始接到这个 要跟荣子老师合作 就因为开始我们在谈荣子老师的童年 然后就觉得 她对于母亲 因为老师有两个妈妈 然后一个是生老师的 一个是养老师的 然后可是 两个妈妈都对她的爱 是有不同的程度 然后有别于我们 普通小孩的童年 然后又觉得母亲这个课题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共鸣 因为每个人对我妈妈 然后可是老师的这个童年 又特别的坎坷 可是坎坷它又非常有意义 因为老师 虽然不是跟生母 非常的共处非常久 可是老师对生母 对家乡潮州的那份爱 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自己也会在探讨说 我们是不是把很多亲情都觉得 就是一必所当然的 所以我在想在这个作品 要唤醒很多的这种孝道的美德 对 除了孝道之外 荣子老师 我知道这次另外有一个就是 乔批的中华琴 是 现在很多年轻 可能对乔批都已经非常陌生了 你在说我吗 很多人 年轻人 是真的 对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在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有什么意义 其实有的 这个调批呢 就是说海外有纸 像现在你的孩子到哪里去读书 全世界哪里跑 海外有纸 他们当然是既钱既信回家 报平安之外 还给一点资助 但是当中呢 就是说 对家庭的责任 对亲情的执着 就不管你的家庭经济好 还是不好 那么对家庭的责任 跟对这个亲情的制作 是每一个年代的人 每一个年代的儿女 都需要做到的 所以不管是那个时候 还是现在 对 这个意义就很有现代情况 是 是美作为现代的女性 你又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你怎么看待当年的那一切 而且要怎么把这个故事 告诉现在的观众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 这就是我在这一个月内 有非常深的领悟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 除了能够实现了 人世中一个小小的梦想 如何把演艺和舞蹈 一起综合在一起 那个是一个非常新鲜 跟大胆的概念 除了这个 我觉得更大的收获是 这一个月我认识了 潘震雷老师 还有荣泽老师 还有延老师 我们都深入探讨 很多东西 我深深地感受到 很多莫名跟 我没有发现到原来我虽然是一个还蛮传统的华人 可是原来我是新一代的华人 的确削弱了非常多 所以我很高兴从这个舞蹈 这个节目能够巩固跟更领悟到 巧皮们 先辈们那种无私的奉献 最重要的是人情味与爱 这是一个我觉得 有史以来不会改变的事情 可是我们现今新加坡这个社会 已经有一点忘了 也希望这个作品可以传达给 看作品的年轻人 我知道这次的作品是三个主题 当然整体其实一个连贯的主题 但是你当中用了比较写实的手法 也有比较现代的手法 这样一种混搭对吗 是 因为其实这次这个作品 就是这整个晚会 它是有点纪念我们新加坡开部200周年 所以我们其实用三个作品 带入新加坡的一个发展史 所以巧皮的时候 就是在说我们的祖辈们 怎么样来到南洋的那种思乡情怀 然后到了母亲 我们就是深入探讨亲情的课题 所以它已经慢慢地走入现代 然后到第三部作品 就是潘正宜的老师 特别为旧方写的一首诗 叫《女孩和鱼》 它是在讲我们的那种甘榜的那种风情 已经慢慢地消失 因为我们的现代化 我们的那些科技化 已经把很多甘榜的风味都拿掉了 所以它其实整个作品就是 很偶然地 我们就觉得它是可以连在一起地 再说一个新加坡的故事 我觉得舞蹈员本身也都很年轻 他们自己要怎么样 把自己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中 好像有要他们哭 他们完全哭不出来 你觉得很巧 你开始的时候 因为可能就是像你们说的那个巧皮 大家都没有办法感受到 为什么那个年代 寄那个巧皮回去 是一个这么大的意义 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所以当他们更加深入地 去了解作品 他们就更能体会 那个年代的心情 所以当他们演到那一刻的时候 他们就会流泪 就真的哭了 对 真的哭了 真的 然后当你真的把情感放进去的时候 看的观众也会动容 这整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改变了许多参与的人 容忍老师 看完整个演出 你有看过排练什么感觉吗 是 是 是 我看过 我觉得很兴奋 真的感谢郑雷雄 他把这个推荐给四集他们 这本来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现在有经过这个二度创作 使到那个作品活起来了 我觉得对文化艺术这方面 也是一种鼓舞振奋人心 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 谢谢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四点五月国庆特集明天播出时间是下午四点三十分 期待明天与您的见面 欢迎你浏览发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试诚时事 遍布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好 四点五月明天见 待会儿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